欢迎来到麦和Fit出品的大麦健身秀 你大麦歌又来了 今天是2020年0221 今天的健美圈发生了一件重磅大事 首先咱们先祈祷一下 今天的重磅大事 就是咱们熟知的2008年奥赛冠军刀锋 准备在2020年奥赛之后 宣布退休 今年的奥赛也是刀锋在职业生涯中 参加最后一场奥林匹亚赛事 今年的刀锋刚刚好50岁 人生可以说刚刚走完一半 在这个重要的时刻 他做出了重大决定 奥赛之后 艾斯利康参不参加 他没表 但是在去年Rock Show刚刚出来的时候 刀锋表现得非常有兴趣 还跟几位大佬一块讨论 还他和菲尔西斯还单独去吃了饭 但是难道他奥赛之后真的就退休了吗 我表示要画一个问号 刀锋可以说是剑尾圈的老金豆 他这么一搞 那在2020年奥赛 那还真得给他一个终身成就奖 上期节目咱们就提过 这个终身成就奖这个事 但是怎么给他 如果他不宣布退休 是不是没有这个抓手 人家会给他吗 所以他得来一个退休 但是大家想过没有 退休之后还能再回来 明白我意思吗 对刀锋来说 如果宣布退休 那对奥赛来说 哎呀你看看 人刀锋 这老前辈最后一戒了 那必须一是成绩要给他好一点 呀终身成就奖 是不是得给来一个 而对于刚刚换了主人的奥赛 这个赛事 刀锋退休这件事 又把整个奥赛这个赛事 推向了一个热点的主题 这可以用一个俗语来表达 就是一时二秒 是一击二短 或者说呢 是一棒击俩球 同时在NPC和职业联盟呢 也宣布了 刀锋将会最后一次参加奥赛 这么一个重大事件 不管今年9月份之后 他参不参加 Rock的Ithly Kong 但是今年最后一场奥赛 这个是确定的 在NPC的官方文章当中 这个刀锋被称为 健美界的第八大世界奇迹 29次在整个健美世界 取得了冠军 同时获得了9次阿努德冠军 截止到目前 20次站到了奥林匹亚舞台上参赛 今年50岁的刀锋 仍旧是健美界 这个前五名的运动员之一 12年前38岁的刀锋 一举拿下奥林匹亚冠军的头衔 12年之后的今天 今年奥赛 刀锋将是他最后一次肌肉展示 但是在奥赛之前 刀锋还会参加阿诺德澳洲战 阿诺德美国战 但是仔细你发现 文章里 这之后 刀锋要干啥 没有必要 所以我个人认为 刀锋在奥赛 今年取得终身成就奖 和取得人民冠军 或者 还有取得奥赛前三的称号之后 这之后 我想精明的刀锋 他一定会趁热打铁 参加10月份的 Icon Classic 但是我觉得刀锋 以50岁的高龄 按说是应该休息退休了 但是如果刀锋 他这种性格就是 这种不断参赛 这闲不住的性格 我觉得你也拦不住他 对于刀锋这个老精豆来说 啥事都有可能发生 前一段时间 菲尔西斯参加了 他著名主持人 记得吧 这个卖保险的 他们搞的一个 等于说激励大会吧 大家知道 这外国这种激励大会很多 是不是 找一些名人 做一些Modivision的Speech 是不是 在台上老板一般都说 你们得像一头狮子 你们要像一头狼 你们的业绩一定要完成 这菲尔西斯就被挺了 我不知道他下边的观众 是公司员工 还是卖保险的这些代理 反正就是跟他们合广了 然后给他们讲了讲 这个健美冠军做Posing 是咋样的 这个做Posing的时候 哎呦 菲尔西斯亮出了自己的重磅肌肉 哎呦 我的奶奶 这菲尔西斯 我感觉菲尔西斯骨架的 其实不是很大 但是肉量那是真足 今年不管怎么说 如果把奥塞冠军 你给了刀锋 菲尔西斯非得气死 这两天呢 还有一个消息 这根据海外健身媒体的报道 这个奥塞 这个赛事换了主人之后 原来老主人呢 把他的媒体品牌 Muscle and Fitness 这个品牌 杂志 也同样卖给了 这个新的主人 这个物 目前的有消息称啊 这个Muscle and Fitness 已经宣布 不推出纸质的 这种杂志了 因为现在都是 基本上都是社交网络 数码化了 大家也知道 这几年呢 随着数码媒体的流行呢 传统的纸质媒体 越来越 基本上没人看了 谁还去杂志 爆摊去 去买本杂志啊 对不对 那要看啥 手机啪啪 一个APP出来 啥信息都有了 又快又高效 而且还互动 接下来 去年参加阿诺德赛 取得第三名的 状态不错的陆克山道 今年咋回事啊 哎 今年不断的量自己的状态 也不参加阿诺德赛 等啥呢 陆克山道 今年阿诺德的名字 没他啊 这个我觉得状态不错啊 陆克山道 我觉得身体比例 还挺不错的啊 这个腿呢 挺长 但是又没有脚之三是那么过于长 哎 这个肌肉的维度呢 也比较大 属于在健美能源里非常有个性的一种 起来前两天呢 在巴西的艾姆特尔拿卡之后 接着马上在古典职业赛取得冠军呢 这位多米尼亚 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选手 他不是和维克多马丁内茨是老乡吗 你看看 这俩人终于碰面了 大家知道维克多马丁内茨 也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 当年呢 来到美国 签证的问题呢 基本上折腾了他十几年 这个在去年的时候 终于拿到了美国citizen的身份 像维克多马丁内茨的知名度很高 如果他能担保 让自己的老乡 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运动员 能顺利取得签证 那也是做了很大的贡献呀 接下来阿诺德赛前 差不多还有不到两个星期吧 今年二月你说 还有个29号 你说这今年2020年 是多么不一样的一年 哎呀 有粉丝把这个拍这个幕 和当年的罗尼库曼相比一下 哎 当时我就觉得呀 这俩人呢 他有点像 但是说实话 拍这个幕 和当年年轻时候 罗尼库曼拍成幕的肌肉形态呢 我觉得哎 这个在胸肌还 这俩人还真有点像 比当年罗尼库曼状态要好 但是当年罗尼库曼找的谁当教练 找的就是上回和肖雷 这个打架的那个谁 拆的 我希望呢 拍这个幕呢 别走罗尼库曼的老路 毕竟拍这个幕呢 整体这个肌肉 他自己有自己的特点 你明白我意思吗 腰特别细 真功夫做的挺好 把古典风带起来之后 我觉得拍这个幕将会是原有潜力的实力大将 我记得前两天主持人采访罗尼库曼的教练 Chide 当时Chide说罗尼库曼呢就属于那种 你看你给他配好的东西 直接给他 他就直接往水里塞 他都不 都都不看的 所以我希望拍这个幕在这点 一定要 俩字啥 谨慎 最后呢 大家再跟我念一念 会得到你大麦哥的守护和祝福 Cide说罗尼库曼呢就属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